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各位同學大家早安阿彌陀佛母安 已經進入五時了五時斬首就是11點到13點 剛好我們第一陣歌有學到這個魏克就是魏食 魏食下一個時辰現在是五時下一個城市五魏 接下來是魏克1點到3點就是魏克 所以他是下午不是下午1點到3點發生地震 這個是寫完這首詩的時候 這也可能是他同一天寫的喔 因為他後面有提到歷史平 好像沒有在余政沒有在歷政 所以他可能之所以這樣寫這個時間也有表示要 就是順便登記這一件大事 也不對阿中東 有沒有前面只交代季節和月份 後面交代日期 十三月也不對阿中東 所以台地大政是冬天 這是我不用功 所以你看他竟然這麼久了 這個你看上課也沒跟同學講喔 上一次地震格 所以你看這個講得完嗎 所以你老師我學問沒有好好做 這個你們不來叮嚀 可是來叮嚀呢 分數給的好不好 對不對所以我剛剛有港俄發嗎 我剛剛有同學來問問題 現在學生幾個在乎老師有沒有學會 有沒有人生做 像我這個你就給我放過去了 根本你不管嗎 你只管給你的分數好不好 公不公平 當然公平是一定要的 是不是 可是不是你自己感覺的公平 所以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我們剛好是在其位快要離開 可以謀其政 可是你在其位謀其政 有時候人家又會說你在那埋怨 你大不了你就浮秀歸去 我們浮秀歸去了 這樣才不會被人家說我們在貪戀權位 好這個 今天主要是要講這個 哎呀我這個FTP好像太久了 他沒辦法更新的樣子 聽不管 有同學叫來問我就保護個人資料 除非他願意出名 這個出名當然不是說什麼網紅的出名 是說想要庶民 因為這個是好事嘛 你看他至少好學 而且還是問課外的 是不是不像一般人課內讀完 拿到分數拿到文憑就不管了 當然他可能自己對國文 對不對 對這些詩詞比較有興趣 這也難說了 好這個 真的這一台 為什麼就那麼個聽話 一下是連線不唱 一下是 電衝不到 他問老師說 直到 南榮寺 聲言異覺 對啊大家都引用這兩句 白話文文言 一定是文言 你怎麼會說這是白話文 後面是文言嗎 結果他說這兩句我看得懂 後面看很多 對啊 你現在有老師可以問 所以我就給他回這個 還沒送出去 反正你就這個實境就順便 我們順便剛好這個做個教材吧 這首詩讀一播 插播 我們林戰梅那個還沒完 我們那個 費長房縮地 現在馬上就來了 我一看到這個 就類似長房縮地法 大概八 八成又有典故了 這要花多少精神去解決 你問老師 老師給我答案 就給了 有幾個人是說 老師 讓我知道你怎麼找到答案的 這樣嘛 那我現在去問哪個老師給我答案 當然也可以嘛 賴皮就這樣 那我 我寧願不願問 因為我去問老師 他給我答案 他也不跟我講他怎麼找到 我要的不是這個 真正寶貝是你怎麼找到 也許你花了一天的時間 因為你花的時間比我短 那更好 我更要學那個 可是幾個老師讓你學那個 你自己說 我們不敢說老師私心 我敢說可能有些老師也真私心 誰知道 他就不想讓你知道 給你學走了 你比他厲害 有幾個人喜歡人家比他強的 不要說私生 一般同事 一般什麼朋友 更不用說了 那一般私分一定是希望青出於懶 可是那也要確定你這個老師真的有道德修養 對不對 不是只是教書將 或者跟各位大學生一樣 絕大多數大學 只是要來混個文憑 不是真要來做學問的 那些老師也許不是真想做老師 只是想要拼此搞明文膩養的 是不是 好這個 我們就這個吧 那樣子一樣 所以我就勉勵他很棒啊 這時候機會教練就知道自己提升解讀能力的必要了 我也是這樣走來 知道為何而戰才能甘心的養兵千日 耐心而真誠地去累積自己的實力 而不是急功近頂或好高物遠 對不對 你不懂能問我 我不懂能為誰 永遠抱持著這樣的警覺心 但猶如想到終有一天父母師長要離我而去 到時我又能靠誰呢 這樣才能真正有獨立長大的一天 特別是心智障生長 而非麻死部長 一般人只想到物質上的 爸爸媽媽不在了 以後要靠自己賺錢 那心智障的呢 你看我們直播又化掉了 真正不知道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暫停一下 阿沒頭髮我們換一個 網路看會不會 IP跟氧氣的網路看會比較穩一點 那我們就先做這個是教材吧 我很喜歡學人學來問嘛 或者陌生人 你看上一次人家根本也跟我沒關係 來問文天祥的賀錢人珍 那篇文章我們還不發了很多 因為這是給自己挑戰嘛 是不是 所以我剛才有港樓飯 你看不管老師有沒有學問 不管老師給不給分數 不是很沒出息嘛 現在在台灣 我的世道也不是光台灣 我們把之前的都刪掉 我們根據林章梅 因為這是最新的教材嘛 來改寫 比較好一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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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必要 你看我按Ctrl 哇 這個是一段一段 沒辦法 版本1 版本1 版本2 我們這個還收運版 所以我們版本1 當然不用收運版 所以我們收運版放這裡 因為我們還有別的好版本嘛 因為我們還有別的好版本嘛 所以放這裡 收運版這個就可以 換成這個 然後這裡當然提解導讀我們就不用了 這不是課本 沒有課本 方回 那方回我們先不管啦 因為 我們反而先用自己的這個 那這個當然是方回的什麼 感釋詩 感釋這都叫抽象 古典詩常用那個題目 像那個杜甫這個感心 秋心 所以你把它當文言文句一個字一個字讀 你就知道他要講什麼了嘛 感釋就是對釋 這個感釋對後面那個東西有感 叫這個動詞的意思 所以感釋對某件事情 沒有講明當然 會莫如生嘛 怕得罪人嘛 可是宇宙時鐘 上帝之眼和耶龍昂那裡的檔案 只能阿彌陀佛 你們討厭這些神話 宇宙呢 這總是科學了吧 那一時那一刻 方回發生了什麼事 賴都賴不掉了對不對 哪一天科學有這個能力 像上帝之眼 上帝之手 找到那個時間點 那個空間 那不能改嗎 改了整個宇宙都崩解了 完全不能改 所以為什麼佛教這政法就是這樣 過去重的因不能改 只能後來去彌補 比如說懺悔業障 沒有罪惡 不像人間的 還可以功過相抵 將功贖罪 然後這個 以前重的罪 將釋迦牟尼佛成佛了 他還是要受以前的惡報 重的惡因的惡報 這才科學嘛 以前那個可以改的話 哇那以前的宇宙怎麼辦 那更牽動後面 牽一法動成生 所以各位啊 不要妄自菲薄 我們做的 我們現在實際就講了一句話 甚至我打個手槍幹什麼 對不對 你這個時間我就做這個事了 我這一輩子沒有亂吐痰 所以有時候真的不行 這邊有苦 也是往水溝吐 我唯一敢說做壞事的 我自己悶心智慧大概只有 這個什麼 那個 所以等於現在也是發怒懺悔 那個小時候偷過外婆的錢 那時候打電動玩具 打那個步步車啊 會放屁 後面會排那個氣 沉迷嘛 那時候不知道 國小一年級還二年級 偷了五十塊 偷了還不知道 安心還怎麼樣呢 還去煩我阿嬤的那個皮包 就翻翻翻 故意把那個五十塊 那時候好像五十塊還是紙張的 掉出來 然後假裝 再把錢都塞進去 你看自欺欺人到這種程度 那幼不幼稚 所以現在修行學法 來照的人很多都是自欺欺人 你再回手 自己以前做的蠢次 會覺得很幼稚很無恥 你才會厭離嘛 否則你看你碰到很多人都是怎樣 喔 誰不認為自己就對了 怎麼樣 再來就是 看了一片打手槍 可是這是個人的信譽嘛 再來就是看到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有人洗澡不關窗戶的話 欸就會看啊 是不是 那我不知道還有沒有說過什麼 好像有一次是那個什麼 我對信譽這方面 可能是我這前輩子的業障 所以現在學佛才知道 對你人不知道為什麼老是這樣 反正這一課也不是課內的 我想這個有緣的大家來結緣 尤其是假如是我們師兄弟同時修行的 你跟我把我這些仇事都掀開啊 是不是 這叫發怒懺悔嗎 你越安康幹嘛騙人喔 以為你沒幹過啊 自欺欺人啊 有一次好像參加救回 所以你看做壞事都落泄種子 以後大概 也許這輩子就爆掉了 對不對 那你如果帶 帶業往生 帶這些業去往生 假如你在照的話 可不可以這樣 往生就不行了 假如你現在還在幹這些事 我現在還看人家洗澡嗎 還去偷錢嗎 還假裝那個偷錢沒人知 只讓那個錢是自己掉出來的 好像救國團 不知道什麼 我做這個是苟且的事 倒不是說害人去害 像我偷看人家洗澡 你不關窗戶 我也不是去偷把你窗戶打破 打開看 對不對 只是很驚訝怎麼有人真的 還有一個我還是看過一個很誇張 他洗澡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都熬夜嘛 最近是比較顛倒 熬夜的時候他就 就可以聽到他把窗戶打開 很大聲嘛 因為推開 我就知道他要洗澡 就看了 對啊 有漏到 因為他要經過窗戶 或者在窗戶前面 可能在照鏡子或怎樣 那時候才有得看 反正也不知道是誰 應該不會影響人家隱私老 這也是講自己做過一些苟且的事 這也沒有害人家 他自己 也不能說他要給你看 就是這樣 對不對 這應該比一些大監大人去強姦人 會給人家性騷擾 性侵害的那種 小輕多了 總是 心虛嘛 自己也知道這是意之事 對不對 他在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啊 學佛學個假的 剛剛那時候沒有學佛 根本都放佛了 那時候也是說那些迷信什麼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都沒有 像我抽煙也從來不會亂丟怨地 除非有時候騎車的時候 不小心手一滑 煙地掉 那不是刻意去丟的 有抽煙的時候 現在也沒抽 後來抽雪茄最近也 好像最後是年初 今年初還有再抽聖的抽一抽 這大概兩三個月有了 自然而然又不抽了 就我自己來講 我們這種根性的是怎麼樣 就是要 你要去嘗試佛 我讓你去進 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出家 就是我知道我列根性中 我知道這方面 不管是性欲的 色的 或者說這個對煙霧的 不管 我煙現在是不可能再碰 覺得煙超臭 雪茄還可以 那至少還有味道香味 那才真正叫香焰 因為你不讓我知道 為什麼這個不能碰 絕對不行的話 我實在沒吧 就像好像佛 你看治那個九戒一樣 他不是說 酒絕對不能喝 而是告訴你為什麼要治九戒 因為酒常常 那我自己抽雪茄 或者抽煙 抽煙不用講 又臭又傷身 對不對 真的傷身傷神 那你自己實驗過 自己拿自己身體做實驗 就服了嘛 像我抽雪茄 自己悶心智慧 抽雪茄都好嘛 絕對不是嘛 隔天總是有點喉嚨也好 或者有時候會覺得昏塵怎樣 自己心知肚明 不就像我小時候偷錢包那個故事 對不對 不要好像 自欺欺人 偏不了人 那你一輩子這樣坦坦坦坦 正大光明去過日子 有什麼不好 對啊 你看也許我以後去沿頭網道 或者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我就這一段發露懺悔 又是公開的留步在網上 你看至少臉書的 絕對可以留下來嘛 也許我們錄一錄 等一下又死掉 你可以消掉到自己的夜上 版本一我們當然是找 那個 我們暫停一下 我先派一下同學給我的那個版本 好不好 那這個臉書我可以用手遮住嗎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的他這個沒有名字嘛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好 好 就這一個 這個也不要了 全台師對我們 下一次我今天錄了一個全台師的資料庫 這要介紹給學生 這是我舒服 所以講不完的 阿彌陀佛 你們要知道你們是大學 我怎麼可以像以前中小學這樣答案交代 阿彌陀佛 剛剛這樣皆大歡喜可良心不安嘛 對不對 即使你們大家叫好 你們是小孩子 你們不懂事 我們跟你起哄 到底我們是大人 還是你們是大人 是這樣阿 導讀緣起 對不對 阿彌陀佛 緣起 大家問這個嘛 那也不知道他這個版本怎麼樣 沒關係 我們先 那這個後面要先殺掉 一幾集真的沒有必要 這後面講解的都是沒必要的 我們 趕快出生 變得那麼大的檔案 那你這個要怎麼辦呢 這個不要像我剛剛那樣 他有內容的 你這樣顯示 四階層 把整個殺掉就好 你看這樣多輕鬆 不要一直patch down patch down 好 好 這個 接下來我們要找好版本 弄那麼久 誰 誰的幫 當然四步從寬優先 那你要先了解這個方回是何許人 他通常會有什麼詩 那我們就先找 你看大家都只取前面兩句 網路自己找一下 我只秀一下給大家看 那我們看一下百路百科方回 或者維基百科你看他有什麼 詩集 那我們再根據 他的詩集去 其中本集 該不會這是他的詩集 他的詩集叫銀魁綠水 我們就不追究他的名字了 追究不來 對啊 這應該是他選的編的書 不是他的詩文集 那原詩選其實這個也可以 也是有名的關於元朝的詩人的詩的選本 當然有他的本集是最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方法就是什麼 找方回 方回的名氣還好 只能算古典 一般的還比較 賀方回詞當然不是賀主 所以我們要去 作者那一找 銀魁綠水 銀魁綠水 銀魁綠 原來他的詩集叫銀魁綠 當然我們看有沒有 四部重看本 沒有 最後才選詩庫全書本 所以連這個都交給你們了 當然是選這個 對不對 銀魁綠 然後就直到 你就用直到關鍵字去查 沒有不會吧 該不會沒給我OCR 我的錢錢啊 有 那他這個叫什麼 感視師 四十一筆這樣不行 好吧 我們乖乖的 紅薑集 一樣幫他整 現在都真實實境就 反正我們會做 反而是我比較著急 晚上 等一下要做午貢 午餐上貢 然後 六點要準備出門 今天是最後一天圓滿 這一次因為 常綠老和尚還沒講圓滿 所以他還會 下一次播時間 好 這一次就知道今天晚上圓滿 這一次就知道今天晚上圓滿 我反而比較擔心這個 券一 這樣就好啦 不可能 真的沒那個時間幫他弄那麼多 豐地埔失去 他這個應該是空兩格 這應該不是P 他這個是造兵羊 思極序 思極序 應該是這個就好了 楓田 楓伯田 思極序 應該這樣就好了 因為他這個還不算一個淡落 其他先不管 哎呀我們就看這個思序當然是文章 還好他有 他每一卷有個陌路 元朝的方 一空兩個字方回轉 詩瞎書院 赴 好 那就要一卷一卷看 哇 沒有那麼笨的啊 通常文他會放一起 文完了才會濕 應該一般都是這樣 那這裡還是文嘛 所以我們剛剛是第幾側 第三側 第五側呢 第五側都還是文 該不會他這個只是他的文集吧 哦 不行這樣不行 木字名已經 哇他這個該不會只是 童江己、童江斯己 第五側都還是文童江斯己 其叫什麼也沒有 可是我們剛剛 童江 童江虛己還好還有一個虛己 哇 可是這次是過全通 好吧 好吧 克格求其事也只有這樣 可是 因為他這個完全都是 我們再看一次 每一側都給他看前面 第六集已經確定了 對 對 還是文啊 拔 第三 好 哦 來 細集才有 感世絲 那我們就用 嗜庫全書本吧 因為他 有沒有 這個嗜庫全 有沒有 沒有 關回 結果他 反而序集是 是 嗜庫全書 反而他 嗜庫全書沒有他本集 奇怪 好吧 不花太多時間了 好吧第一個就是嗜庫全書本 神奇 是 藤江序集本 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 好 反噬師 這可能也是入 彌製版的 所以應該沒什麼錯誤 好 反噬師 甚至異體制他都講究,就更明顯 這個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檔案比較小 所以現在操作起來還比較順 林佔沒了還沒光而已 感思思才多到 199,也有199,你貼的那張圖 直到南榮世,聲言義絕交 你看他絕的都義體制沒錯 誕稱司馬好,悟結子雲草 當然學生看不懂 這個很明顯是用點 當然這要有這個功夫 因為你這個大一聲,我讀國文系的大一未必有這個能力了 這是硬碰硬的 一定是這個 怎麼辦,只能十全大補完 這個為什麼又叫十全大補完 第十招 你得補一補這個典故 司馬是誰 子雲這個很基本的 所以為什麼這叫十全大補 你看 這沒有別的方法 兩手一攤 你不知道子雲、司馬 怎麼會用司和馬去解釋 司馬大家比較懂,甚至還可能是姓 那子雲怎麼是孩子的雲朵 你不知道子雲是一個專有名詞 筆字蒙極黃極 所以他這個極其實講究的話它是兩個 對不對,兩個數 可是其實就是極的一體字 結果地字板這裡反而給他弄極 吾寧借白毛 你看相對位子 尤其前面講說是律師有沒有 收運王說是律師 更是相對位,一看到這個你就要想到 就好像我那時候數學開教老師說 不見題目 只見關鍵字 對不對 你看這裡關鍵字是什麼 五字一句 而且整齊又叫律師 看到律師就一定要想到這一招了 這裡可能常用 然後詩詞一定要想到 道序從手和天字還原 因為他很少的是要容納很大的含義 或文藝的話 一定要運用道序從手或天字完全 尤其天字 他一定要省略到一些不需要的罪子 你不添回去還原它 怎麼看得懂 那有時候呢 因為太老套了 所以他需要用道序從手一下 讓序子更新奇 像杜甫有一個很有名的道序的 什麼黃黎皆好英 還有什麼好英 對啊 隔夜黃黎空好英 對不對 應接畢草至春色 隔夜黃黎空好英 其實這好像不用倒序也可以嘛 照應在街道上就是 你看我現在都不用看著書都看得懂 冷靜一下算數學題目 冷靜一下分居它的題型嘛 還有哪些關鍵字 其實不是接台階嗎 所以這個房子一定有台階嘛 現在都有啊 現在有些地勢比較低窪的時候 不是那個房子都會 像我們家外面就有一個啦 他明明一樓他就要弄高 然後前面有台階這樣 那那個草是不是太陽一照的時候會有光 或者那個他的影子 照應在街那個台階上 就叫避草應接或應接避草 那哪裡看得出春色 當然草才有春色 街道有什麼春色 對不對 台階沒春色嘛 當然草綠 表示這不是黃草枯黃的 不是秋天是春天 是春色有沒有人管他沒有 所以他是自己嘛 表示這裡是很寂靜的 沒有人干擾什麼事 一在眼外 眼外之音 眼外之音要讀的是什麼 空好音一樣啊 你看字對空 表示怎樣 他自己在那叫有沒有人管他 沒有人管他 他是不空閒的 空當 沒有人 空山不見人 但見 我們說闖空門 是闖什麼空門 家裡都沒東西啊 沒有人嘛 是不是 意思就是這裡只有綠草 只有什麼黃泥嘛 只有全天然 還有我私人看到 最多只有我這一個人 然後黃泥是隔夜 因為你看不到 可是聽得到他的聲音 所以是空一語雙端 一個是表示寂靜沒有人 第二個是表示什麼 看不見黃泥 只聽到聲音 就叫空好音 對不對 不見其影 只聽聞其聲 所以空只有 這裡空就只有的意思 要闖空門 沒有人在 只有東西在 所以才要闖空門 自己去偷啊 剛剛不是跟大家告解發露燦火 我可沒有闖過空門 哈哈 看過人家洗澡 打過手槍 看了一片 甚至嫖妓沒有講 對不對 嫖過妓 當兵的時候嫖過妓 都沒有 還有什麼以後再挖 還有什麼以後再挖 所以 像如蜀家中 我這輩子做的壞事其實也不多 那就會嘎債 至少這輩子 前輩子就不知道 不過我前輩子一定醉漲深重 所以我這一輩子至少在感情上 或女人上啊 因為我最在乎的 不是金錢不是名利 是女人或者真情 跟異性的感情 不一定是愛情啊 反而都求不到 求不得苦 佛有罢苦 那現在學佛就知道 一定是前輩子這個復興漢 你覺得這輩子瘦了什麼東西 你就知道你前輩子 大概是怎麼樣的人 這就叫開天眼嘛 是不是 我還真的 七星大法又來了 真的用肉眼去看到你前輩子什麼 可以啊 可是肉也是覺得不行啊 肉眼能見度有限嘛 連一個霧一張紙都等 等到我們死脫開了這個虛殼 可能真的就天眼對不對 真的是看得到 那時候不是借著這個肉體 血肉的眼去看 而是用我們的眼性 如來佛說的 我們看東西除了肉眼之外 還有眼性嘛 比如說你看我戴眼 老花眼鏡對不對 假如我的眼性 看東西的本性 有壞掉的話 我應該戴上眼鏡還是看不見啊 那是因為我肉眼壞掉 不是眼看眼睛的那個功能 性能 性能嘛 本性就性能 那個能力 假如那個能力換成像蝦子一樣 蝦子也未必喔 對不對 蝦子你把它換一個 將器官移植把它換成那個 那個 視網神經什麼都弄一弄 可能都還是可以看 所以視覺的能力本性性能 是絕對不壞的嘛 連你看金空老爸這場講的水實驗 雖然加本聖博士那個實驗好像還有爭議 我看過危機嘛 甚至連他自己都說他那個實驗好像怎麼樣 所以我們還是要謹慎一點 要科學精神 可是我相信絕對有 不要講別的 我們自己做實驗 像我前幾天才感冒 實驚秀到我路 你看多快就好啊 為什麼好 就隨時的能力 我們都一直都給他回向 像我不是去天津嗎 對啊 就回向大家同生極樂果 因為我們病好了 病毒是不是就死了 死了他去哪裡 希望他死了 不希望 像我昨天看個影片 又在臉書分享 我寧願下地獄 我也不願意再有任何一個生意 不管是病毒也好 或者蚊子蚊蟲蚂蚁 因為我兒死 最近我也 有時候覺得蚊子很煩 會去抓他 有時候不小心 不是抓他的時候不小心 有時候不小心 一摸好像上到他 可是我也沒有開燈也不知道 可是感覺好像就變成一團 有點死掉 或者他長破血流了嗎 現在想想都覺得很罪惡很難過 那想想以前吃那些魚肉 牛肉 還多愛吃 還封給自己的寵物吃 狗啊 那時候叫嘟嘟 剛剛不就跟各位分享 等你長大再回去看這些 真的不堪啊 真的很幼稚 你看看我那時候偷錢 幼稚成這樣 喔 假裝錢 良心過不去啊 偷 假裝五十塊掉出來 然後把錢收回去 好像讓他翻皮包 我不是偷錢 或者翻皮包 五塊掉出來 假裝五十塊 我小時候好像 這可能也是前世的這個 夜報啊 喜氣流下來 因為我聽 這個我忘記了 好像隱約有印象 我小時候我媽媽喜歡講一個故事 我小時候要吃一個糖 愛吃又可以睡 不敢吃些藥 只好一個糖 在那個沙發翻個公斗 送到嘴巴裡頭 我應該好像有這個影響 對我會幹 可是我絕對承認 我應該會幹這種事 唉 我是這樣的人 多可比 你要真正面對自己 就好像 你看我們現在看這個爭論節目 或者反對黨 或在緣黨 監督執政黨 監督理所 讓你自己知道自己的缺點 和不堪處 你可以像我們這樣談笑風聲 真的 你真的有想要上道 我們 像我去聽這個常略老和尚講的 還有我自己修修 我發現佛是什麼 我們都學錯學生 那些有神通 我們都著眼在神通上 不是 其實我就是從聽白雲老禪詩 白雲老禪詩他講過那個十八成天 其實就是人心靜修為的境界 你這樣想 不要想真的幾成天 有什麼天人神 怪鬼神 媽祖 那個有沒有 或許是有 可是那不是我們人的境界 等到你成就 也許就看到我們現在 畢竟 除非你真的有感應 或者怎樣 真的有媽祖 觀光這些存在 我們也不敢說沒有 對不對 可是 你不要覺得我們修行 或者天就是那樣 可是真正跟我們人類 切身相關就心靜 這個絕對是 像 我現在很久沒有發脾氣了 或被人家 你看學生不把我罵成這樣 我沒有發脾氣 沒有啊 我有慢罵嗎 沒有啊 我們都講道理嘛 是不是 絕對不會 他給我爛爆 我給他爛爛爆 那麼小孩子 他鬥氣 對啊 那這個層次 是不是跟我以前差很多 我以前很怕看這種 教學意見 要他 我之前也跟各位講過 現在因為看 我還反正喜歡看 有時候 對 可是那個陰影 還是揮之不去嘛 可是至少淡很多 這就表示你功夫層次提升 這就是我們修養 修為學佛 修行人的功課 我說哦 真的變成有什麼神通 你當你的心境不同 真的世界就不同了 你自己處在的環境就不同了 為什麼佛祝時報專能力 就是這樣啊 那再用我們所學的理解的 七星大法 你以為佛的時報戰能力 就是一個有空間 自然科學的那種 真的時報戰能力 還是它是一種 城市的環境 一種境界 你不要把這兩個弄混嘛 它也許是真的有一個 自然的空間的時報專能力 可是那不是我們目前人類的能力 可以去 所以叫不可思議嘛 不可思議是救 我們人不能思議 佛可不可以思議 佛根本也無私無意 所以為佛與佛 像無量秋金常講 為佛與佛乃能之分 連等絕菩薩差一瓶 剩最後一瓶無名媚魄都不能了解 所以這樣多愉快 不是講那個彈玄說廟講得多 不是 現在實境就是這樣 你倒帶還知道我們為什麼會扯到這 我都忘了 反正開心就好 想開心的 可能是講那個吧 對不對 從那個相對位置這裡講過來 看到這些你要有這種敏銳了 看到師就要想到道序重組 天色還原要準備好了 是不是 典故一定也八成要準備 因為他有時候為了用最少的字表達更多的含義 一定要用點 用點的好處就是這樣 我可以用幾個關鍵字帶出整個故事 對不對 再長的故事都可以用幾個關鍵字就帶出來了 對不對 最濃縮超濃縮 我們現在濃縮洗衣經 超濃縮咖啡 一樣道理要物質生活裡頭 你吃的東西有濃縮 難道這個沒有濃縮嗎 是不是 沒有 不要光停留在這個城市 人就這樣 現在吃什麼東西要嚴選素材 精神食糧就隨便了 慶菜 管他怎麼製造 要滅頂 頂行為一家做假遊 我說難聽的對不對 說句公道話 他們也抗辯 我也沒有 有人吃了我的油怎麼樣嗎 沒有啊 大家都要買便宜的 我們不想辦法去做便宜 又不害人的油怎麼辦 對不對 他也不是要害你啊 其實是收水 收水提煉之後 還是純淨的油 就好像 現在不是資源回收 回收完了 他只不過 那是你吃的 吃的標準就不一樣 用的 你看資源回收回收紙張 都還不是垃圾場裡頭回來的 沒人嫌他髒啊 只要不能害人 不就好了嗎 那為什麼 因為他是收水 就一定怎麼樣 只是因為光感不好 如何判罪 對不對 光感不好是你自己的成見嘛 就好像小孩子說 啊良藥苦口啊 不要吃 營養又不吃 只是自己愛吃的 這樣可以定式的悲嗎 不行啊 可是人呢 你看人 頂心的這一套 或者我幫他講這一套 沒辦法 他是佛的境界菩薩 人就是他一定會有一些主觀 我怎麼叫人呢 早就六道就沒了 人就成佛了 他就是有主觀 就像那些學生 你也不要升責他 他就是 對不對 那麼多人 你也不能說這是只是幾個 這個什麼老鼠屎 人性就是這樣嘛 那就是因為知道人性的這個缺點 我們才要自覺 為什麼要修行 因為不想再做這種人了嘛 那太沒出息 那接下來 一干至清水 歸去老江村 多好你看 林北 你老師我是不是也是歸去老江村 秋日古蘭花 你看老江村之後 馬上就講古蘭花 為什麼 這個蘭花是古的 守古道 而且怎麼樣 空谷 有一個叫空谷幽蘭的典故 對不對 沒有人 前面才講空 幽靜的蘭花 守住他的情操 秋日更想到陶淵明的採菊 以後東裡下幽蘭見南山 對不對 菊花 那種高風亮節 這次都文學 你還真的以為他秋日又不是國家地理 他是秋天的古蘭花 讀成了什麼 科學語言 自然界 人文意象和精神都沒有 內行你看 當你懂 那一看就知道他要幹什麼 尤其你看接這個 接前面 甚至我們還可以說他這樣編 根本都有用意 假如他這個詩集是自己編 對不對 因為通常以前古人 除非他不管後人收集 有時候他想要編自己的身後集 他會先編好 當然不會編完成 他編個稿 然後他的學生或後人 就會照他這個大綱架構 所以我去給他組織 甚至給他科書出版 好啦 來啦 我們這裡不是已經給他一個信號嗎 因為我這裡沒有打個P 這個信號就沒作用 那只要這一段 你這樣點就可以 好 反而我們前面這個 他前面也沒有 有P啊 為什麼敢是 可能拉太快 那我們因為是詩 我們就兩句一個吧 就不用分段 沒關係分段也不錯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剛才講相對位置有相關字義 那這個集先把這個深藍字 應該只是 應該只是 形體上的額物對不對 本來不能連在一起 他寫帶連在一起 他寫帶連在一起 你查了也知道 可能是一體字 還查不到 可能後來人的造詞 可能後來人的造詞 對不對 這個嘛 其實集的異體字沒什麼 對不對 異體 異體就表示他的意思是完全一樣 跟讀音一模一樣 那這個同學說知道 我們就不用講啦 直到難容是 聲言義絕交吧 那這個你不要說 你這個你看得懂 你如何看得懂 還是要講解 如何看得懂 如何看得懂 是不是還是要天之還原 找對主持 因為這一題還有很多要用到這個 你不要簡單的 你不去想 等到需要用那個方法 你就miss掉 對不對 人家聲言 不見題目 只見關鍵字 可以想到什麼 真的道序重組啊 但是小朋友叫什麼 交淺延伸 有這個成語 不知道自己插詞點 你交情很淺薄 可是談論的卻很深 意思就是你把真心話 藏在心裡的 七星大法 是不是 會深就是藏的深嗎 藏在深 藏在心裡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就叫深言 你看那個 剛剛應接必草之聲 以前我都看不懂 還不用看書式翻譯 你看剛剛跟你講的 八個全國全世界 只要有興趣中文的都跟我 至少跟我一樣強 最好都比我強 可是人質甘多肉 你怎麼啦 不用啊 他覺得中文不重要 這樣不是啊 還要去查翻譯注釋 你看我剛剛講的 你去參考別人注釋翻譯 會講的比人家差嗎 甚至還贏過人家 你看那個空 剛剛那個空跟你講的 分析的多有 對不對 含義多飽滿 我講的飽滿 不是自己很金誇 是說你去跟人家比較 他一定只給你一個含苦的答案 或者只一個 我們剛剛至少講兩個 對不對 原來在戰國策就有了 交情而延伸是亂 此 這個事是此 這種做法 是搞 搞破壞 是不是 這亂的譜 對不對 你交情沒那麼深 就不要講深了 交情前呢 我們說點頭之交嘛 對不對 點頭之交就不延伸 現在點頭之交是要錄 有阿 還是我 有 我的問題 聲言義結交 叫義是容易 天字還原就是什麼 容易導致 馬上就用到天字還原了吧 你跟人家講 誰跟誰生原是不是 天字還原 或者找對主持 對不對 你如果跟你交情不深的人講很深的話會真心 容易怎樣 絕交 我很有感慨剛才提到我跟女生的女人的緣 對不對 我上大學我就碰到一個事 那女的跟我同學跟我講一些身心話 或者一些心裡話 我就覺得她跟我好坦白我也想跟她坦白 心裡覺得有罪惡感我暗戀她 其實也不到暗戀就喜歡她而已 就只是講出來喔 馬上翻 本來還是要走的蠻近的蠻要好的同學 真是深言易絕交 一點都沒錯 弄了大學四年一直到大學畢業 其實都有管 我後來大學 退學去隱居 跟這一件事也有關係 可是絕對不是只是這一件事 就是你要做一個決定 總是要push的力量 有時候會軟弱或者猶豫 你就想到這個 好 懂不懂 肯定不要弄錯 為了一個女人 會為了這件事 要跑去做那一件事 那太膚淺 是不是 太沒出息了 怎麼可能 主要退學或者隱居 都是為了抗議這些學術 大學 根本的大學不像大學 人家均不均成不成 富不富 我第一志願來讀的就大肆所望 不是我要的那種 學生也好 老師也好 令人失望 當然老師的失望程度 還沒有學生 主要是學生 而且我的同學 當然我不是願怪我同學 剛剛講過 像現在大學生 普遍的 冰凍三尺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這樣 不要怪 現在當然只會每下愈況 那直到也一樣 一定是省略了 用直的道理 是不是 sir ze 哲囊為釋所榮 對不對 榮釋就釋所榮 或者我們這個釋所榮還改了一下 我們叫榮於釋 是不是更順的原文呢 榮於釋 你才翻譯說釋所榮 對不對 才可以倒一下他的序去翻譯 被世間人所榮啊 所接受 榮的話想到榮啊 翻譯 這是解讀對不對 所以翻譯就是什麼 接受 對不對 被人家接受 或者采用 被人家接受采用 接受才能采用 好 這當然學生說他都看得懂啊 對不對 剛剛那個緣起 對不對 網路上實在找不錯解釋 覺得很有道理 你一定看得懂才會有道理 不過接下來兩句就實在有點不知道怎麼解釋 接下來四句呢 只有兩句嗎 我才不信 但也許最後兩句也比較好懂 這個呢 這一定也不懂嘛 有沒有 我不相信 你懂你比我還厲害 換你來實境秀給我聽 好不好 為什麼要兩句兩句講啊 很明顯這都是什麼 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嗎 馬上就來了 馬上就來了 這一句 有沒有相對位置相關之意 你看剛剛我們還又miss掉了對不對 自己去畫畫看 對不對 那男跟義 男義 男義是不相對位置相關之意 他是相反之意 融事絕交 在世間被接受 在交情上被斷絕 被排斥 對不對 被霸凌 用正直的道理 或者正直的做人的原則 去行事對不對 這是用很深的很真的話 去告訴別人 這真言表示什麼 直言敬見 包括直言敬見 裏頭是不是就有直 那直言敬見 一定都是講 真話嘛 那就是聲言 通常 你會敬見 有時候 當然不要當著外人的面前 就覺得有時候私底下講 那有些人沒辦法接受 即使你私底下講 他也給你記仇 是不是這樣 現在是有人在看嗎 還不錯 還不錯 你看 這裡完了 馬上是不是又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就是不肯用 不聽話 那現在不就 你說老師我不懂 那你不懂 接下來兩句就不懂 接下來兩句 看了一二句覺得很有道理 接下來兩句 這就接下來兩句 你不懂一定這兩個 總不會好不懂吧 稱不懂 但不懂 一定是這四個字不懂 對不對 甚至嘲 嘲應該還聽得懂 嘲笑 怎麼會不懂 所以是不是剛剛我講了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要什麼東西 有這個嘛 十全大補完補一下 該補一補 我們這一樣 對不對 十全大補完 司馬是誰 三字想復始 你想到誰 司馬謙 司馬光 都對啊 因為司馬光也在方 你看 所以要對 要先了解作者嘛 當然我們沒有介紹 只知道他宋末 元初的 對不對 所以他 司馬光也可以 司馬王北宋 不是元初啊 然後問題是誰 你要帶回二座 那這好像都對 問題 這裡對 不是時間對就好了 還要知道他要表示什麼 來子昀 我問你子昀是什麼 你當然不知道嘛 所以這只要補了 這沒話講 就可以大方去查十點了 那你不知道 這要用第十個用點的話 就會怎麼樣 你不知道 子昀要用第十個用點 你就指 孩子 雲啊 雲朵 解半天解不通 那你 假如 來了 對不對 假如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也知道 子昀對什麼 司馬 那我問你 你還會把他讀成孩子的銀朵嗎 司馬這個程度榮有 司馬是個專有名詞 你就知道這個大臣也是專有名詞 你就知道也點過去查 就知道怎麼破 你看哪一個國文跟你這樣教 唉 可憐 國文 你看我以前 學理工的 數學開竅跟國文開竅有什麼兩樣 你要會去演算去推理啊 明偵探柯朗會去辦案 不是被答案 我是守真 我不搞假 我搞不懂為什麼大家 腳那麼貴的學費 甘心學這種爛國文 養那麼多國文老師 你這樣不就可以推出子雲也不能讀成孩子的雲朵嗎 你拿到司馬是管馬的嗎 對啊可以讀啊 司是管馬 什麼司 司儀就是管儀式的進行嘛 司機管機器啊 是不是 因為大家可能都有司馬還知道 還可以當信司馬千司馬光 司馬什麼 現在還有司馬中原 現在人都有叫姓司馬的啊 甚至一個官民叫司馬大司馬 那你就知道這一定是有一個專有名詞 你就推啊 尤其這是律師 律師中間一定要對上嘛 怎麼可能 哦我這裡專有名詞 這裡對一個不是專有名詞的 那你都不肯這樣冷靜的去分析 本來像解數學題 你怎麼會自己會呢 那今天假如老師跟你講 啊這個司馬是誰 像你我 我就一直給你賣光子嘛 現在還不講 跟你講你腦袋就不動啊 你還會去想這些嗎 哦就知道 下一次又不知道 或者下課後 背了幾年忘記了 還是不知道 那這死學問死字 還這樣用錯誤的方式繼續學 你什麼時候才能長大 對不對 就好像吸毒的 我給你毒品就快樂 對啊哪一個喜歡碰毒品呢 剛開始一定 你是不是想快樂快樂 那佛 基督教我們的也是快樂 你就不學那一套快樂 你看你學他那一套 你自己可以產生快樂 何必要藉由他的毒品 藉由他的毒品 他不給你毒品 你就沒辦法快樂 不就跟這個一樣 他不給你答案 你就看不懂 老師我看不懂了 那為什麼不學那種 我可以自己看得懂 我自己找得到的快樂 我不要去花那麼貴的錢 買這種國文 花那麼貴的錢買這種毒品 來得到我心裡的快樂 那誤解這個應該也不會很難吧 請勿大小便 請勿解手啊 不是嗎 請勿解釋嗎 可是這個解還是有一點典故 就能力解嘲 你看不見題目 只見關鍵字 方法都教給你們了 不肯去虛心受教 去推敲老師到底想傳給你們的什麼 其實關鍵字是哪個字 關鍵字給你放大就看得懂 放一樣大的字看不懂 放不一樣大的字看得懂 解嘲兩個字叫關鍵字 你再去找解嘲什麼意思 又有人來看啊 你看 我跟你講 現在人都還在用這個詞彙 你不行去大學生 你要有所謹的 自我解嘲對不對 這種 我相信這個絕對不會去 你看 這不會用古文的例子了吧 每當犯下一些小故事 他總是自我解嘲一番 企圖反而 就不要說是文言文啊 我問你這個白話文從哪來 還不是從文言文來 文言白話在哪裡 羊雄出現關鍵字了 等一下你就知道好玩的地方在哪 我真希望我明天就死了 那我就留這些影帶 就像泛谷留下那些名畫 你看看哪一種國文教學才是王道 像泛谷死了那些話才變成無價值寶 人喔 賤就是這樣 人性本賤 因為人是凡夫 肉眼凡的不知道什麼東西是真價值 就像小孩子嘛 你給他糖果他很高興 給他一千塊他不要 給他黃金他也不要 他要糖果 可憐 你們各位 你們的精神食量不是也是這樣 精神上的方面智慧也 不是也是這樣嗎 短視敬意膚淺的不得了 要的是老師你不要囉嗦那麼多 你給我答案就好 好嗎 那就給你糖果就好 你管那麼多就好 洪仲秋知道他怎麼死了 就好了不要管真相是什麼 是不是 我就是故意要用這個 唉 這國也吃點了 你就知道等一下會有什麼勁爆 天下文章一大抄 為什麼會有這句話 我們前面實境修就修給你幾次了 你看那個林沾眉的 複習像 我們現在林沾眉還沒圓滿嗎 他一開始天朗氣清日庭舞 就抄藍庭其去 對不對 你看藍庭其去是不是一開始就是天朗氣清 蛤 匯豐合唱 然後呢 這裡呢 傷心慘默 後來我們才發現 因為我們讀的書不多 喔 原來是抄禮華的嘛 你看 唉 我這裡已經有引用對不對 超禮華的 傷心慘默 天下文章是不是一大抄 唉 那你現在解嘲這裡不是抄洋雄嗎 嘖 說的難聽當然是抄 說的好聽就是用典故嘛 哈哈 好像文雅點了 你看 唉 要學這叫真國文 國文章蝦子摸象 摸到大腿是一根柱子 整隻大象整隻合起來叫大象都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一樣的 你自己悶心自問 你看 唉 我就是要這個解嘲 已經錄這個連結了 啊 國語詞典 啊 著名人家出處 要傾奪人家的智慧財產 智慧權 國語詞典 那你要在這裡再加一個點 連結也可以啦 是不是 這兩個連結 好 關鍵字 不見題目只見關鍵字 我們就把關鍵字放大 假如大家眼睛都那麼大的 我們就 眼睛都是 有眼無珠的話就放大走看看 來你再去查洋雄是誰 你不要剛剛我們讀的課文馬上就忘了 自己給我回答 啊關鍵字你看到了什麼字 楊雄 看到什麼字是關鍵字 啊現在直播在看了 哪個字是關鍵字啊 假如你是剛剛才來的 現在我們在讀這兩句 看到關鍵字了沒 不見題目只見關鍵字 啊 看到了沒才十個字讓你選 對這門一長串事 有沒有關鍵有沒有交集 最小功悲書是什麼 最大功因書是什麼 沒時間理你啊 答案是不是出來了 這是不是專有名詞 我們原來判斷司馬要對專有名詞 這是不是專有名詞 人的字是不是專有名詞 所以楊雄是誰 又有解又有曹 又有楊雄 是不是就是用他的典故 這句話是不破解 問問問題的熊生啊 我們花多少時間 所以我才說你才不會急功近利嘛 才能有耐心 而且是真誠想學懂 去累積自己的成日 蘇勢說有一句名義話說什麼 蘇通波二說什麼 後跡 而什麼 勃發 對啊 積累那麼容易啊 你看那個中魯石 現在去那個 看那個自然風景 中魯石那個地形 一天就可以形成 羅馬一天就蓋成了 你看現代學問的素食 啊你趕快給我 今天不是稍早來分享 這個老師怎麼給分的嘛 全班三十分是怎麼樣嘛 那你為什麼不先問問 你怎麼求學的啊 你假如是素食主義 我給你六十分一百分 你說這個老師才有問你 素食的就要拿滿分喔 你還早咧 你以為你宇宙你開大學你開的 人類的文明知識是你開的 你才不會是急功近利的 你看這些同學按讚了多少個 幾個能夠無愧這四個字 啊 都是急躁的 心浮氣躁 像那個藍庭區我們常講 物言一事之內嘛 想要老師你給我分數高一點 對啊他們是不是物言一事之內 可心裡根本就是靜照不從的照 是不是 這難道不是物言一事之內 在這裡開個聊天室也算啊 這是七星大法 有抽象的房間嘛 是不是 難道不是物言一事之內 那我問你這是靜啊 那照耶 放浪醒來是照 我們這個你看現在 實際上到現在多少放浪醒來的事 你自己說 剛剛我們解 解朝那裡不是還跟你講 解手嘛 解手是小便不是嗎 哈哈 這不放浪醒來 蛤 為什麼這裡都去提到大小便呢 你看我們為了講這一句給你 你要說拖也好 沒有那個靜的功夫可以跟你 有耐心跟你講那麼久嗎 幹嘛有耐心講那麼久 就像他們講我的國文老師可以開始上課了嗎 是跟你拖時間嗎 是讓你體會到答案那麼容易拿到 老師你給我答案 就像你拿跟父母要領用錢錢給我 你才知道一個月才能賺多少 人啊真的見 見斃了是不是 那這種人你說死後要去哪裡 去天堂 天下有這個天理 自己悶心自問嘛 不是說神話很科學的嘛 是不是 眾瓜得瓜 眾鬥折鬥 所以誤解子雲朝 來啦 既然知道是揚子雲解朝了 那怎麼辦 我跟你講我也沒責了怎麼辦 難道我們要把楊子雲解朝這篇文章去讀一遍嗎 你看他這介紹他 對不對 前夜的 只能說一般人用解朝是什麼 對不起 不是這 一般人用解朝大概取他什麼意思 你看 你看 我們看一下 他解朝去自己說 愛麗石啊 丁富 董賢用事 諸富利之者 這禮通那個美麗的利都是 富的同義詞 這當然是生字 十全大不完 之是代名詞 就是追隨他們的 富賀他們的 就好像這個一樣 一個同學說 我老師怎麼樣 喔這些都富賀的嘛 這叫富利之 富賀他們的人 其家之二 因為他們是權貴 攀隆富賀之後 他用事就表示國事為他所用 埃麗石這兩個是全臣嘛 所以你看 所有的諸位立委 對不對 所有富賀他的 喔 所以你看 富賀他是被同學按讚啊 一樣嘛 他也是富賀他的 就怎麼樣 起家 就是他原來 還沒有起家 起家好像發財了對不對 在這裡是做官啊 對不對 起家到怎麼樣 原來沒有官 現在到做到二千丹這種封路的官 高官後路 當時的熊 他自稱當然熊 我楊熊啊 才怎麼樣 草創泰玄這本書 他這沒有加說明號 不應該喔 草創泰玄這本書 泰玄是泰玄金楊熊寫的 這當然也是十全大不完 尤以自首薄如也 你看大家都依附權貴喔 那一定有人說 楊熊你學問這麼好 你跟我們一起來 他不願意 那一定有人就說 你這個人不是食物 是不是 自己將心比心會不會這樣 你現在好來聽上課的同學 你想要用功圖書 尤其有文化大學的同學 有多少人說 假猩猩 不合群 不跟我們去玩 今天我們半趴生日趴 太不識相了 太不懂通人情了 不是這個意思嗎 這時候會不會嘲笑他 會他要不要解一下 那一樣 喔這個時候我們就懂了 方回 他 我問你 他說直到 能夠不畏事所容 深言容易絕交 那他會不會 繼續做直到和深言的事 因此他以後就再也不知道不深言了嗎 那還能叫方人 這種小人 我們還要讀他的作品 確定不是 所以他一定也會受到嘲笑 可是 楊子雲要求 會想要解開這種嘲笑 排解 不要被嘲笑 可是他是加個悟 表示怎樣 他不在乎 你們要怎麼笑喔 我也不會解 所以悟解子雲嘲啊 對不對 不用解開 對楊子雲其實就指他自己 對我方回的嘲笑 我不需要解開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我也未必讀對喔 因為有前一句 我就注意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是不是 來 很好 看直播的終於又離開了 這個 我們 當時我楊雄啊 才怎樣 炒創 打炒考 創是創作 由以 有用來 自己守 薄如 薄淡薄嘛 如是樣子 的樣子 淡薄的樣子 由一些東西可以拿來守 因為我寫這些書 我跟聖人為武 我就用這些 作為我精神的寄託 叫由以 以有因為的意思對不對 所以可以用 就可以拿來作為因為作為一個憑藉 憑藉 憑藉他來怎樣自己 保持自己的操守 什麼樣的操守 淡薄的樣子的操守 又有 那仁有朝伯以玄之上擺 而熊解之 浩也解嘲 這個 我還不知道什麼意思 仁有朝伯以玄之上擺 是不是用這個 玄 以玄之上擺 這一句我不懂 不知為不知 反正重要 我們知道這應該就可以 仁有 其實照我以前邏輯 我們要把解嘲讀一遍 那還得了 我真的沒時間了 我得 晚上還要去那個 然後還要去零三梅 還要回去把零三梅那個解 圓滿一下 仁有嘲笑我楊雄 那楊雄去解他 所以你就知道解嘲 就解開人家 解之代名詞 帶這個人家嘲笑的 嘲笑我楊雄 用什麼來嘲笑 玄之上擺來嘲笑 玄之上 你要注意這個玄 可能有黑的意思 這當然是智慧能力 有玄妙 因為玄妙是不是你看不清楚 好像我們前面跟同學講過 小為什麼 破小時分 扶小初覺小 春眠不覺小的小 拿來用的精神層面的小德 就是因為好像天亮以後 就會把 不 黑暗 像那個啟蒙運動 啟蒙也是用 引賴的 用光明點亮 黑暗就沒有了 佛學裡頭也常常講的 千年之暗 一燈就可照破了 一樣 那這個玄也一樣 玄妙的東西 只是不容易理解小德 所以它有黑的意思 讓人家摸不清 看不清楚 看不見的意思 所以玄可以通黑 有這個意思 它也是有這種表格原理 有這個血緣 意理 意思上那種 關聯的關係 這個上可能是追求 我們說時上 也有可能是海 玄還很白 那照這裡的話 可能是講說 玄有會追求好的東西 對不對 黑的也會向往白的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不敢講 不敢講這個 因為這裡有奇異 我們只能就我們所知的 大概推可能是這個意思 不敢說確定怎樣 因為要讀原文 有更廣的上下文 才能判斷 對錯問題會 那麼我們這一讀 翻回這個詩 懂它解嘲 大概用到這就好 這樣就 這一句就幾乎 至少就這首詩完全破解了 現在就是整句要怎麼講 那你要顧慮到前面 不能光顧這個 我原來是講說 你怎麼嘲笑我 我不在乎 我不會像洋雄還會想寫一個解嘲 所以他後來寫這個解嘲 來答辯 自己還顯示 我不需要 你們隨你罵 像鎮板橋有一句話叫什麼 任爾東西南北風 人家 旦那 我 就是 人家 你 的 人家 這個 人家 今天這個敬一座任 應該住在這兒才對 所以也可以講堅韌總是不會被你們怎麼講就改變 眾口說 他可能有這個誤解詞啊 所以你們怎麼說 是不是 所以叫誤 所以說 所以說 不用去 像 羊熊的知名度算 不用像羊熊一樣 去解潮 這就是誤解紫雲草的意思 可是呢 相對位置相關之意 你不要忘了還有 誕稱司馬好 誤解紫雲草 彼是 蒙黃吉 撫寧借白毛 好 這 後文也要一併看 對不對 那彈簽司馬好 好 司馬是誰 司馬是誰 多了還是分開好 我們剛剛有實境秀 司馬寺 來囉 紫雲寺 這還是到後面 人家沒有看我們實境秀的趙克 還以為我們先知道 怎麼紫雲那麼快就知道是楊雄 對不對 因為有前面的推啊 怎麼搞啊 稀罕人 可以推想 我是這樣想 我把我整個推理都跟你講 所以這個司馬想到什麼 司馬向儒 為什麼 當然這都是專業知識啦 你知道因為楊雄也是個實物家 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司馬籤就不適合 司馬向儒 才是著名的實物家 所以誕生司馬好 司馬有什麼好 司馬國帥 司馬 司馬 我也不知道 你看 你看 看到了這些資料 不見題目只見關鍵字 你要去抓關鍵字我們要的是什麼 羊熊是不是不跟人同有何物 這裡有嗎 對嗎 對不對 他相關的是什麼你看看 警惕詞稱並免光 這才是我們要的答案 所以司馬好在哪裡 這就是高官對不對 這就是大官 連高官都沒有 大官還有 大官還有這個怪字就把它刪掉 當然不會是常用字 你看還放在normal常用 前面這個也不常用 對啊 可是羊熊 你看那個文選裡頭 他選那個慈父 羊熊和司馬相如幾乎是 幾乎可說是旗鼓相當 可是羊熊也有類似 我願意出來賣炫財 意思就是這樣 應該就是方回這裡用的意思 但稱司馬好 來囉 但稱 誰稱啊 你看剛才講你要準備好方法 是人嗎 然後這次不就呼應前面 然後這次不就呼應前面 南榮寺一絕交 主詞都是 是人嗎 主詞都是是人嗎 對不對 四人但稱司馬好 來囉 你看喔 所以我為什麼說我們前面那個讀未必 但稱司馬好 物結子雲朝 稱什麼好 結什麼朝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讀嘛 我們原來是想不必去排解子雲的朝 就不對啦 那麼主詞是誰 對不對 翻回自己了 通啊 這裡主詞都是誰 世道人心 就一般人的心態 就一般人的心態 是不是 應該是 稱 好 解 潮 來對著看 對不對 所以物結成這裡解潮 是 一樣是 一樣是 不是翻回自己嗎 這樣才通啊 然後前面都是 世道 世道人心 一般人呢 反正直的就難容於世 對不對 一般人只見到 所以意思就是 一般人 有出息 卻不知道 不理解 所以這個解釋 是 理解 不懂 去懂 對不對 解釋 解釋 理解 是懂的意思 卻安然卻不懂 還有體會的意思 不能體會到 啊 卻不知道 楊雄 一般人只知道司馬相都好 他有出息 卻不知道 也 不能體會 楊雄做血桃樂 心智之上 但博明智 但博明智 安平 以退為進 安平樂道 我們前面才講的 人文趣味的趣啊 深刻的子趣 這是他的自趣 他的興趣 對不對 他的性向 他的志願 所以誤解 沒有辦法去解 指 這裡 曹就是怎樣 你可以啊 量個讀法 那麼 首先 的 恩 1 1 4 7 2 2 1 楊熊受到的 楊熊問 霧節子雲曹熱子的嗎 楊熊熊問 不能理解楊熊受到朝向詞當時的心境與反應 心境 心智 感受與反應 也是這樣 沒辦法理解 或者說 楊熊 甘雨被嘲笑 也不願 隨波逐流 對不對 或者說為什麼 所以不解嗎 所以誤解就是 誤解子雲曹 那這個我們第一次讀的事不要去解 可以怎麼樣 讓 錯讀的 可以作為言外之意 的賞息來品味 也是可以的 顏外之意 言外之意啊 因為他畢竟又 因為 他畢竟 他是誤解 不是不解 那他為什麼不講不解 我們之前是說不要去解開 子雲的嘲笑 不用去為他排解 跟他去笑沒有關係 那是因為 不要去排解 不是說世道不要去排解 世道一般人哪會 誰要幫你排解啊 笑你都來不及了 只有他志同道人 或訪悔他自己 才說我不用理這些人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裡就跟前面三句的主詞不搭了嘛 尤其 跟他最切勁的一句主詞不搭 所以才知道第一個讀法在解讀上是不合法的 不太成立 第二個這樣才一致嘛主詞都是 世人但知道司馬向罗 好 很棒 做得好 可是卻不能理解 為什麼 梁雄 一樣的才華 去甘允被人家嘲笑 不願意出來做 做官 我不願意用他的才華 贏得他的名譽 對不對 就是他這個 那他是不是敢是 有感合法 可見待會兒二座也想了 方回他一定也有才華才能流民青史嘛 一定有人說啊你這個就好像 我讀到博士有人說啊你好可惜 一樣道理嘛 那我們為什麼 你願去做乞丐 你願被人家嘲笑也不願意 不在乎我們是不是博士的可惜 訪悔也不在乎 啊我有冒才華一定要像司馬將 讓皇帝賞事 為世道所稱許 因為我們自己有自己的價值嘛 鏡照不同嘛 你看王羲之隊他做他自己 嗯 是不是也是誤解 紙雲草 所以我才會 說 一般年輕人怕叛逆 不怕人一樣眼 那小子 搞怪而已 你真有種 保持一種自己的個性和情操 你看東長寬緒 對不對 不在乎了 人家來娶媳婦 你這樣搞叛逆了 你看 有錢人來討媳婦 你會不會出去跟人家搶位子 人家現在要發一千萬了 你會不會就被人家調走啊 那小子 你看那個 為什麼大丈夫富貴不能贏 貧賤不能贏 為我噴去 這就叫大丈夫嘛 對不對 又想說要不做 少了一個 我也我不能去 嗯 對 對不對 不是一般的那種 叛逆喔 不怕四人異樣的眼光 習慣搞看一般小的偶貨 不怕四人異樣的眼光 不怕四人異樣的 其實也不過是小咖愛搞怪而已 你看他有什麼 你看他有富貴 能不能移啊 你看他當富貴 又誘惑他時他能不能就明白了 很讓人瞧不起就這樣 現在還一直你看染頭髮什麼那個 你就跟我拼 考上師範大學 國文綺第一志願 沒辦法說這不是多好的戲 可是是我第一志願 你也考到一個第一志願之後給他退學不讀了 而且不是一開始不讀 讀到三四年級 你不讀了 不讀了 你要不要這個走 乖乖畢業 人家畢業要教什麼 你還不乖乖 你都是順成 盼逆盼這個 你看我們現在教書不得志 道不同不相聞就走了 不是 腳踏兩台層 又要馬上好 又想馬上不吃草 明明 心裡不是自慰 或者良心過不去 還厚顏無恥 練戰下去 你有這個走嗎 這才叫尬死 我只是染染頭髮穿得破破爛爛的那個牛仔褲 這要流行 這要有個性 有什麼個性啊 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 他一直青少年,他其實是怎麼樣 他找不到他自己的主,他也沒什麼價值觀 書讀的也不多,道理也沒懂多少個 他茫茫然又不想接受大人那一套 所以他只好去找一些他 非主流的 其實他們只是被這些淹沒了 你自己看是不是 為什麼要穿破牛奶褲 他們穿這樣,我不穿會被笑 笑是不是這裏的這個草 有個性嗎 有點膽子都沒有 染頭髮,人家不染好像又不吵了 沒有叛逆 這就不夠叛逆了 所以人家染才有叛逆 你好像不染就不太被人家笑鬧種就跟著染 唉,可憐 是不是 根本不是自己 你如果真的說你有個性有潮亡嗎 還不如鼓勵那個第一個趕在你頭髮趕穿破 牛仔褲 而不是說變成一個潮,大家跟著跑 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常讚揚那個囧阿力 愛惡搞好 你看人家可以發明這個囧這個詞給多少人用 第一個發現了你說他是三兩三嗎 他假如連囧這個字是什麼都不知道他敢這樣創造 那一般人連中文有囧這個字孔他都不知道了 你看那些跟著那個小伙子 人長大是長這個大 讀這個書幹嘛 像那個同學問了 我相信他常常都提到 師到人心怎麼樣 不要光看那個大範圍你自己呢 當你自己 會這樣糾結的時候你不是也會對這個講的 你光只看到前兩句很有感受覺得很好 其實真正精華是這裡嘛 對不對 不是光憤憤不停 這是最低層次 當然要自己要提升啊 不能光憤憤不停 你假如是對的 你何必 所以王恩石那個名句 不畏福音這望遠 自然身在最高層 你假如是對的你幹嘛怕人家排擠你呢 還需要去解那個潮嗎 不需要了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我們是在做什麼 我們不是做第二個讀法對不對 根本就不懂 楊子瑜被嘲笑他為什麼可以安 處之泰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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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根本就不懂楊子云被嘲笑為什麼不像這些小悲聲一樣 就 這就叫霧解子云草 現在我們可以說 可能也可以這樣 那在我們這種解法其實我對楊子云楊熊不太懂 他真的是這樣正人君子嘛 裝就這個上下王好像是這樣 對不對 只能說楊子云也真的是高峰亮節之事啦 至少他自詩是這樣 自己的旗曲 彼是蒙黃旗 吾寧借白毛 來了 要注意了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是不是 你看 蒙黃旗是誰 還是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他有兩層的 是不是對這個 你不要光以為 對不對 彼是司馬相如好 所以這有兩層相關的一個是他這個 自己 這個守聯 漢聯 錦聯 莫聯 這錦聯自己本身的相對位置有一個是 有沒有 他們是這樣可是我楊子云是這樣我 寧借白毛嘛 對不對 吾寧借白毛 吾就是什麼 這是霧傑池雲潮嘛 你看從這裡來賭的話 還真賭對了現在 吾寧寧願 對不對 在這個相對位置住詞對住詞嘛 我寧願 怎麼樣 然後怎麼樣後面還有一個動作啊 所以真正動詞是什麼 蒙界這兩個是 動詞對不對 那再來又來了黃對白是不是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我其他你們自己畫啊我就不一個一個畫 吾寧是寧願 負詞對負詞是寧願 負詞對負詞是寧願 心甘情願 心甘情願 筆字蒙黃極 來了 黃是不是對白 那這一定又是什麼 可是你看我們前面用相對位置可以知道 比他們 就像司馬相罔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蒙黃極一定是好事 什麼叫戒白毛是不是 蒙黃極 先找黃極 這時候才去查因為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這個嘗試 所以這時候才要十全大補完嘛 黃極有什麼意思沒有 那一樣 用全文找 施黃極之往側 喔 這很有可能又跟屈原有關 對不對 跟做關有關的 借光極往來施黃極往側 找大一點字典 還有那個解巢我們順便講一下 因為三次我們查那個廢長房對不對 還沒有 關了沒 關了 他有那個典故嘛 歷史典故你可以找解巢 可他這可能要簡化字喔 哎呦 娘熊檢查對不對 遼依解巢 去看他到底大概的 意識 釋懷 不要放在心上 自衛不是手贏啊 我們剛剛提的 這個怎麼盪掉 我那個 這個自己安慰 旁人錯比楊熊才 楊熊真的還是君子 沒錯 對啊差一點忘了 肉世民是有 何肉之有 你看你們學過的 也許你們學過你們沒學過 因為現在課綱都改嘛 肉世民很有名補一下 劉雨鞋很有名的嘛 南陽 諸葛儒 南陽 西屬 紫蘊廷 南 阿 教你們有學過西俗詞靈體,就單字講副詞 不見題目時間關陣字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學過了不會用自己的資本,就像我剛剛也是沒有想到嘛 孔子雲何漏之友 所以楊雄確實是 傑森字號 不要被人家笑嘛 是不是被人家笑很簡陋啊 老古榜還穿那種牛仔褲 還是黑頭髮 太露了,落伍了 落伍是不是就落伍 被人家笑嘛 被人家笑嘛 被人家嘲笑嘛 要向你落伍了 太訓了 有嗎?有訓嗎? 何漏之友 現在人就是這樣,輕薄為文省為休嘛 你看 這不是 光我們這個時代,哪一個時代沒有這些人呢 為什麼會留下這些名句 唐朝也有啊 是不是 就是 你看 耳朝聲明明俱命,不費長江萬古流 那這些人穿牛仔褲的懶頭髮 死後誰還記得啊 路邊的野花野草糞土有什麼兩樣 覺得自己很怕很硬很帥 一堆腐朽,這叫金玉其萬 拜一席其周嘛 經不起考驗的嘛,沒有內涵的 剛剛黃極這個 突然想到西楚人多好,所以這沒有問題啦 無獨戒白謀 黃極 黃極一定跟高光後路有關 你看我們還沒查到喔 是這樣去想 那一樣 解曹竟然有這些了 對不對 這個我們還可以用對不對 誤解紫雲曹 是有這個 意思嗎 你看隨便一句你又可以解了 當然不敢講全對,可是不會像以前 都很怕什麼都不會 旁人錯比,楊雄才 這我們也不要 雖然國學大師是整理的 不是原創的 可是我們也會 這叫什麼,典故 歷史典故 看來吧 我的天啊 исп 叫什麼 解草 幹嘛解草 旁人錯比 楊雄才 懶惰無心做解草 所以懶惰無心做解草就是什麼 誤解之典草 這是不是也是天下文招一大操 方回此具可能及脫之 脫胎換骨 此詩句 他這個懶惰無心做解草 他不想是說沒有心去做解草 像人家把我比成跟楊雄一樣 可是我沒有他那個精神還想去寫解草 可他的心機和瘋鼓還有解草 當然 錯比當然是謙虛 說凡語 杜甫的一生大家都熟悉 還不是就安平樂道之類 他雖然想做罐 可是不是為了發財 是真的想要奉獻自己的才華 所以他就是怎樣 跟安徽不一樣 他還是希望像司馬相如一樣 才華被朝廷中有 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負 這是他跟他們這裡的主子比較不同 再來黃極 剛剛我關太快 甚至我們黃極可以沒有 沒有 那我用簡化字 沒有耶 如果用 詞典也沒有嗎 詞典的話我們用那個什麼 有嗎 黃極嗎 典部沒有 黃極的意思 樹木 不用說 帶回二座 當然是樹木啊 這個是草嘛 這個也知道自行結構 對不對 荊棘嘛 那這叫什麼 科學自然 人文意象 當然也知道他這裡 一定是人文精神 其實 古地名 這地名跟人有關 人文地理 沒了 那就怎樣 要注意他內容引的 所以說教你怎樣 黃極是地名 當然是住 住什麼 又來了 果然是我們剛剛找的 又要去讀 悲回風的黃極 有可能是這樣 來看一下 蒼海聲 又冬二十里 約苦山 又冬二十里 約苦山 又慕願 又黃極 黃花而原葉 這個助理也以自行結構 加部首 是不是就圓形了 你看 九陽神光好不好 福之不治 不治就不會生孩子裡頭還有孩子 福之就不孕了 應該是這樣 他叫黃極 有人會印象 有啊 就是不會生孩子 帶回二十里 也不是我們這樣 對不對 山海經 圖戰中山經 山高黃極 黃極四十 匪子匪化 雖無爭吵裡 同不嫁 哈哈哈哈 像我們現在要去給他亂搞 不是有吃避孕藥就這樣 雖然是沒有增加 他的道理是好像沒有嫁的處女一樣 對不對 還沒被人家破處的 哈哈 這是古時候的避孕藥 你看我們前面才講放浪行海 黃極四十就是十黃極 道序就要唯利是圖 出現四次功能性 只會讓你知道這一句是道序句 道庄句 十黃極 然後就不會生孩子也不會 這話可能是有點有任何變化吧 可能是說受孕或怎樣 那子可能是生出來 受可能有受孕對不對 話你要怎麼講 話本來是變化 那生理上有變化可能就是 懷孕了當然就變化 他總不會是羽化成仙吧 他因為沉思的主子是講那個避孕 匪你看自行計畫前面加個圍是圓對不對 對不對 國家的國外面的部首是不是念圍 然後這個是把外面的方那個部首去掉嘛 非子非花就不會 非就不 不會生孩子不會有變化 不會懷孕 可以說犯神不會懷孕 因為生子和懷孕是兩回事嘛 像有一次好像我不知道在哪一個電影 我看到說 我懷孕過幾次 然後 他說那你現在有幾個孩子啊 然後那個女的就就認他 我只說我懷孕 我沒有說我生孩子 沒錯啊 懷孕和生孩子是兩回事 你懷孕會不會生出來嘛 好像是有一個代理育母的那個戲 不知道什麼 西洋的片子 尼可拉斯凱基因 跟一個好像要拜語音 我是不太粗啊 那古地名囉 然後這個楚池原來也是用古地名 戰國是楚楚地這裡 那公元三十楚懷孕 唉唷 關鍵字出現啊 彼字 蒙 黃極 黃極 對不對 就是這個嘛 所以又是不見 你就知道怎麼去找答案 你要學這個 蒙出現了吧 是不是又是不見題目 你看用了多少次 周朝的時候謝國的屬地 戰國屬屬 戰國時代是楚國 被楚國吞併 是不是 黃極啊 是不是有黃極啊 蒙黃極 蒙黃極 楚懷王以七朝向王蒙於此 彼字蒙黃極無 怎麼樣 然後焊出自極陽線 借光極以來回去 師皇神之王 往側 紅心主嚴己 所以一定跟這個有關 你看 看到沒有 唉 唉 得到多助 那問的同學 我不知道你學到多少 我們毫無私的 教你這個正道 教你是素食派的 那只能說道不同不相威爾蒙 你看 又蒙了嗎 你看果然是 又是用屈原的 我們前面說賀錢人聖才用屈原 對不對 那個孟周 這種跟忠誠做官 結操有關的 跑不掉杜甫啊 陶淵明啊 屈原 尤其做官 陶淵明不做官 個人的操信 那楊雄也是跟做官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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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皇及之往側 紅心主就補助說 言自己啊 這是說自己 所以 假言日月 往來天地之間 無以住持者 以其君師皇及之往側故也 所以 借光及以往來心是說我可以活那麼長的時間 言自己 所以 為什麼 這裡是 所以是為 以是 因為是同意思 為什麼 代名詞 為了什麼可以 好像借日月借時間來延長自己的壽命呢 然後往來天地間 在天地之間 再省略了 在天地之間 往來 要去重組 原字還原 沒有破 那無以自除者 無以自除就是啊 自己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是楚國大臣 卻對楚國一籌莫轉 對不對 這樣我怎麼還咬臉 就好像我是做老師 結果 教出來的學生是這樣 我對你們一籌莫轉 我還能自除嗎 自己可以安住在這個位子上嗎 或者安心的過日子下去 這楚就居住嘛 處在一個地位 或處在一個形式 處在一個生活狀況下 沒有什麼可以用來 什麼是省略的 常常用 用什麼那個什麼常常省略 這是沒有用來可以自除的意思 沒有什麼可以用來 用來是 或憑靠 憑藉 因為 因為這些我可以讓自己能夠安心的繼續下去 那這個以也是因 因為他的君王 這裡當然洪心主他的是指誰 屈原嘛 屈原 屍黃極之往側也 什麼叫屍黃極之往側也 他也是沒有講出 他就進一步講 當初啊 楚懷王25年的時候 入與秦昭王蒙 約於黃旗 其後被秦國欺騙了 這裡所就是被的意思 有人解釋文法是說當被毒 可是這不好 還是像我們之前講 他是被沒錯 可是這個被怎麼來的 就是 其後為秦妻就好了 就可以了 其實被是這個 才是被 被秦 那為什麼加個索強調 被誰去秦國 不是別人 什麼 所以是索還是索有權 還是我們這樣讀才 因為他有被嘛 除非他沒有 其後秦索期也不對啊 不能少這個 唯一就是被動式的被 逐最終 克死在秦國 就在秦國 到去存國 在秦國 死掉 克死他鄉 為什麼克死 因為不是自己的家鄉 就叫克 那現在呢 清鄉王又信任 百化文信任一樣 尖回 尖回不是方回啊 這回就表示這個人會拐彎 不正直 對不對 是不是對應 這個回 尖回的回 就是對應本文的直道 他是不是一開始直道 對呀 尖回的回 直道的直 會回 或者你說這個回 就不直 對不對 就不正直了嘛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用尖回 他又信任小人 江治王國 是父師行 皇幾之王冊 可見這王冊是什麼 錯誤的政策 我用講的就不細說了 我們說冤枉 不直 不直 不直就是 不正 然後單字想不直可以想到什麼 正 是正確 所以往側 因為 所以對不對 往側就是嗎 錯誤的政策 所以 詩行 我皇幾之王冊 所以詩 他 用詩行 來詮釋這個詩 對不對 詩皇幾之王冊 他是說自己 現在還看得到 心腔王 的詩 對不對 對啊 借光景與王 詩皇幾之王冊 這裡無一級自處是 他 國軍採用那個小人的政策 不聽他的話 所以他無一自處 而且 他才不受忠用嘛 現在苟言 殘喘於世間 就是這樣 來囉 筆字蒙皇幾 又來了 帶回二座 他們自己蒙皇幾 無寧戒馬 表示他們都做錯的事 對不對 對啊 好像當時楚香王 不聽忠言 忠言逆耳 對不對 可見 一定是怎樣 不聽忠言逆耳 對不對 最後 招致 禍害 失敗 失敗 救君王而言 是王國 救個人而言 是什麼 嗯 家王 婆婆家王 殺生之禍 所以筆字蒙皇幾 沒關係啊 你們 言外之意 就好像當初 在那裡 民宗 有些人 遺憾 惹 被牽毛 遺憾 被牽毛 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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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仕途 就好像當初楚王 不聽屈原正言 本詩是什麼? 申言 申言一絕佳 直到申言 終將至十惡果 所以無字彼字蒙黃及無寧見 我才不羨慕他們這樣做 所以他敢試嗎 寧願怎樣? 來了白毛 真好真情啊 我自己也學很多啊 黃及我本來也不懂啊 你看這個 律師是原色字對原色字 這就知道有前面前側之見 就知道這裡要注意這些典故了 白毛一做白毛 這個是字形結構換身符 這個例子不常見 所以碰到的時候看一下 我們通常是說換部首 對不對? 他這裡是換身符 換身符 一般是換部首比較多 他這個是用毛 紙醜銀毛的毛做身符 這個是用矛盾的毛做身符 這兩個字有沒有 我那個真的不見了 紙醜銀毛你看他下面的毛 植物名多年生草本 當然草枝頭 花歲上蜜生白色柔毛顧名 古代常用以包裹祭品其分封諸侯 象徵土地所在方位之土 這注意啊 又跟座官有關了 那初六 又來了 你看白毛裡頭有一個白 是七星大白又來了 你看我們剛剛就沒注意 我們只是留在物質空間顏色的白 忘了心理層次 潔白清高 我們再上那個什麼 很棒 林詹梅的 好像不是全班的同學 是有一個同學課後來問 林詹梅先生自什麼 雪村 對不對 那時候就有說 用雪 用梅花形容他的什麼 潔白嘛 對不對 雪是不是白色的 清朝 所以他才朝宗 宗也是有 你看清江 都跟清白有關 劉德清啊 白鶴 他離不開這個 這個白你看 啊你看 白有節白之毛 節身之愛 意思 所以他其實就是用這個了 不用看查了 對我們前面那個 好像還沒給他 對勒 拍謝 對勒 拍謝 這我們就不用看國語字典了 國語字典了 國語字典了 大師 黃旗嗎 黃旗我們也加一下 這個古典的 既然學到了 以後也許可以用 意思就是 所以他這個典故 後來就用成怎麼樣 用成不聽勸 這個 黃旗這個典故可以說 隱身為用來 只是後來人不聽勸告 最終導致失敗 五點的就好 可見黃旗這個典故可以用成來做不清卻 中故勸告後來導致失敗父王的典故 詞彙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我寧願戒白毛 就是保留 好 結身之愛 愛惜羽毛 後面才是 白毛我們還沒貼 剛不是貼的嗎 對呀 剛不是差李時針呢 誤殺了嗎 誒 還是有還原啊 還是該不會貼到03枚 那一下 奇怪 這字不要那麼大 我們 主要是給手機板看 白毛也就剛講過了嘛 植物名 最重要的是這個 不見題目 又來了 對不對 憶大過 你就知道 是戒白毛 戒白毛就出現了 所以出自易經大過 孔裡來說 潔白 這就很重要 對不對 白毛吧 這個不需要 白毛一種草 潔白柔滑 這當然 要 這撿花症 你這一轉凡就知道 果然常用它 細菌居於白毛 這個不需要 長風吹白毛也火燒 這個不需要 這個不需要 白毛 啊 楚生四毛 這個不需要 後面就點點點 原來是出自 世經 對 對不起 液晶 大過掛 對不對 然後 它既然說 借用白毛 道序 重組 就是什麼 教你們方法 就是 用白毛 借 借是什麼意思 我們說借口 借就劍 就是墊 把它墊在底下 做鋪墊 做鋪墊 的意思 這就是借白毛 用白毛做天啊 那你當然不要讀成科學語言 用白毛做鋪墊幹嘛 只是來逼語意怎麼樣 我無救嘛 對不對 我就會沒有 不會導致父王 這個不是簡化字啊 一經原來就這個啦 那是大陸簡化字用古字 原來本 對不對 失敗了就有救嘛 它是無救 對不對 所以我寧願 我們常講前後眼 你自己去查什麼叫前後眼 不要短視盡力 目光如鬥 對不對 腳像 即攻禁力 對不對 即攻禁力 楚王難道希望被秦王變嗎 然後被抓去 是不是 那大家你看都跟秦王 那個楚王獻撤說 要去跟秦國去在皇籍這裡結盟 那時候假如不唱賀 不依附這種大臣的建議的話 那就是屈原被排擠啦 所以方悔說我寧願學屈原一樣 被排擠嘛 那戒白毛結身之號嘛 一竿結身之號之後怎麼樣 就是後面這個啦 結果啦 就是這樣 給面子開始 你好 然後你不要 就這樣 如果低少少 就這樣 如果有哪一塊 會不會就這樣 再來 我很喜歡 有 attention 對 明澤寶森 一甘至清水 歸去老江村 歸去萊西 在江村 老死 老江村 我是先抓凍死 這是科學語言 到死是文學語言 對不對 就是這也不出來啊歸去老江村啊 對不對 告老還鄉啊 謝謝同學 菩薩 我正好歸去 這首詩剛好也是 對不對 敢四詩嗎 歸去老江村 不如歸去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如歸去 對不對 一甘 一甘至清水 七星大法要找什麼 清白 對不對 節身自愛 留得清白在人間嘛 所以正好那個同學有問他有這個困擾 是不是 不是 老是對人家好 對人家真心 你覺得方回他們怎麼自處可以給你參考 他們會不會因此而辯解 不用 霧解齒雲草 無靈戒白毛 歸去老江村 所以你們怎麼罵 李治蒙黃極嗎 隨你們怎麼說怎麼做 你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後果 自己看著辦吧 是不是 那一甘至清水是什麼 一甘 一甘是什麼 財產 對不對 安平 財產只有一甘 生無怎樣 生無障物 這樣是多餘的 所以一甘至清水 至清水看到 獨吊 剛還有什麼意思 還可以想到誰 那個江太公釣雲嗎 對不對 這都可以去聯甲 這都可以去聯甲 再怎樣 對錯問題回二座 江太公也是隱居的高勢啊 對啊 蒼蒼似水 星期 可以著無著 那是 你看這也是 那個漁斧 對不對 勸 漁斧 勸那個 怎麼會是藝名 這個是極藝的 不是真的 其實原來是漁府出來的 這個 可以著無音 那如果滄浪之水當然 科學語言自然界 所以你要想到人文世道很輕的話 我可以出來做官 世道很惡惡惡惡惡惡 怎麼樣 我可以繼續過日子啊 我不用做官啊 那就好像水 髒的水有別的用途嘛 世道是這樣我有別的生活方式 前面不是講屈原他無以自除嗎 最後想不開就自殺 我們不會嘛 方悔沒自殺我也沒自殺 那你呢 邪生服上也不會那麼想不開 也不會那麼想不開 甚至想到精神病院去了 像範谷這樣也不行啊 想不開 不管是自殺還發瘋 要找生路 那一乾之清水可能也有 可能有典故 如果我們就 歸去老江 老江郊 他不是江村 江郊他是為了押韻 江郊就是江村 啊 當然要不一樣 郊是郊外 郊外 我們說郊有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什麼 在野黨嘛 對不對 處江湖之外 你看我們把他選起來喔 我們用那個什麼 他裡頭有這個搜尋有沒有 前面 你把他選取起來之後 按AUTO按按滑鼠手鍵他這會B幫你講 楚張這麼爛 楚江湖之遠則幽啟君 越陽好爛喔你看這個都有B沒有 可不要換Google 也不能加 他就要人家用他的B超爛的 江湖之遠都沒有 這真笑 就像屈原皇帝國王不聽他就只要走了不是他不盡忠 孔子也叫幫有道則是向你們學生不聽我還繼續教 教的效果那麼差那就是我戀戰權位嘛 你們是皇帝啊你們是受教者 那整個 教育環境或者整個世道 社會的環境 世道人心是這個氛圍我們只好走嘛 你們是老闆啊 是不是 不得我們堅持自己 何必跟人家做怨對呢 是不是 這樣不是皆大歡喜 沒有我們的去處也不是 這是為了押韻 因為他前面都押韻 因為他前面都押韻 一般是 江村 不會說江敲 甚至用那個村 我們 剛剛看那個雪村對不對 那個 03枚的 字就號 他字雪村嘛 他就用這個村啊 左邊一個村 右邊都有一個耳朵對不對 對呀 是不是 這是村嘛 就是這個村嘛 一般是用江村不會用江礁啦 比較少見這個 那這個其實就是為了押韻嘛 他這個錢都 那個澆澆澆 你看澆還字形結構 是不是很毛 一桿至清水歸去廊江礁 那一桿至清水就釣魚嘛 這當然天字還原喔 那一桿至清水 那一桿至清水邊獨自釣魚 也解潮嘛 對不對 不用管事 是 清者自清卓者自卓 一桿 此句可能也用點我們就 不生就了 江泰宮釣魚嘛 江泰宮釣魚嘛 還有一個什麼 閻光釣台 你看他也是隱私嘛 都是隱私 對不對 隱私是不是就不幹了 你看那個釣台你一樣點過去查一下 那這個可能就要用 那這個可能就要用 這個可能就要用 顏嶺 顏嶺就是顏光 顏值 同顏值一個一個去找 顏光戒指高人影視 比如說有一個很有名的 顏值 不用啦,你們自己追那個就可以了 別人資料網路都有 那個我們要錄的是一樣泛仲淹 顏光仙生之風 山高水長 他很有名的一句 顏先生池塘記 對不對 你看這個又不讓你複製 點一下就好 何必這樣呢 怕人家複製 也不是 真的是你 就算是你原創 文章也是 也不是你的 有沒有 你看 雲水 江水泱泱泱先生之風 山高塔 我們剛好這裡做一個結束 對不對 所以山高水長 又有關鍵字 清 高 不見題目 不見題目 是不是看到 清 高 水 長 對不對 這些你自己都去做 水嘛,這裡不是清水 一桿是清水 是不是 乾不用講啦 吊台 眼神稱池塘記 他這裡有沒有講到他吊 吊台也是出自顏光嘛 顏子靈嘛 你看 你看 吊台付 倒是他這裡沒有 你看閻林吊台下座 對不對 閻中吊台 都跟閻分吊有關的 那你還可以注意一下 閻林的 來了 方回哪裡人 眼光的地緣關係 對不對 兩個是不是同鄉人 或者他 做官或者隱居的地方跟他有關 那更是可能他就是用那個典故 是不是 那用江太公比較有釣魚 他主要是要為了出來做官 那假如你從這裡去讀的話當然你也去查他的地緣關係或者人物關係 然後你可以發現他可能也暗喻的他自己 也想要出來做官 可是十步而語當然 還是 乖乖的 不要去跟黃蒙的 那個 黃吉蒙的那些人混在一起 我很寧願自己去 接身之愛 江麟 疫經大過掛 提醒我不要有大過才會無咎 好那這個 方回感事實 我們就一起讀懂詩經修到詞 那可以只是可惜的是 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方回我們沒有介紹 我們留了很多空隙 你們自己去填 對不對 同時大概知道這樣就好 那同學 我們大概詮釋再稍微講一下 如果你用正直的方式 處事的話就難為世間人 接受 那如果我們動不動的講一些真話的話容易得罪朋友 朋友就不跟你繼續往來 不跟你好 那一般世人呢都只知道像司馬向儒而憑著他的懷華能夠得到世人的賞賜 甚至國王的賞賜 領導者 可是還卻不了解 子雲 他被 嘲笑 冷嘲肉奉的 這種心境和立場 那這些世道的人呢 他自然有他們覺得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的 的道理和原則沒關係 那我們這些人也不必去羨慕他 因為是非好歹自有公道 所以我寧願 守道解白則善固執 堅持我自己該怎麼做 就怎麼做的結身之愛下去 然後 我不求什麼 對不對就像子雲人家笑他 那你不像司馬向儒享受榮華會 我寧願拿著一根魚乾到清水邊裡自己憂哉憂哉的掉的心 也不會這樣良心過意不去 就好像我孫走針一樣 不要再良心過意不去的繼續指這個教職 對不對 歸去吧 不再做官了 不再跟這些 那些 黃吉蒙為國家出謀化的這些全臣 用事者 為伍了 我不跟他們繼續走 我要回去了 歸就回嘛 歸去就回去 在江 在江邊要調去 對不對 在郊外 就不再執政了 不再做執政黨 不再從政了 然後 中老 一生中老 中老於郊外 對不對 現在 到序重主 老江村 老江郊就江郊老 不用到序重有這次要天之還女 中老 還是要天之 因為在通常要回到 這個比較順嘛 白話文要在前面就是 在 江村 中老 在江村 中老 中老一生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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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召夜 作念佛 阿彌陀佛 那我還要上工完了 今天恐怕 今天恐怕這個 很沾眉的那個 我們上一次是要看 又發現一個新的東西 反正等一下實境修再聊 好了 不急於今天回來再聊 或者明天再繼續 還好剛好春假 阿彌陀佛 早早 夜都念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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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老一生